这张宽约三米高有180公分的手写树状图 记载着达利谷家族内六代的亲人 连结从旧部落迁徙到屏东古楼南河 还有台东图版的第二代亲友 达利谷家族青年拿起15年前 孤葬制作的祖谱 再经过重复定证增加 在今年家族团圆时 让大家清楚了解家族的成员 前面是我的大孤葬林春言先生 他有在我爸爸60岁的时候 有做了一份家里的祖谱 大概写到了第五代 然后我们想说 从爸爸生60岁到现在 也都快15年了 所以我们就想说再补下去 达利谷家族最初是由来自 鲁文人的萨西梅拉岸 还有贾古拉夫的萨嘎瑞所组成 后代因为日志时期 分别前往台东屏东定居而分开 透过祖谱还可以知道家族的故事 像有妇女的母亲就分别有三位丈夫 家族人直说因为他是大美人 看见祖谱成型 祖人充满感动 要做干嘛 要做小孩 要做小孩 这是妈妈的老公 完成之后非常感动 因为其实讲真的 到我这一代的时候不太清楚 打上一代 然后有那个家里的那个长辈啊 家里的长辈协助 更名字啊 也就跟他们一起出现 对 看 经过阿娜老师介绍以后 我们非常感动 很重要的是这个 我们族语名字都必须要腾上去 因为腾上去的时候 你才知道 你的名字到底从哪里来 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在做族谱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所以还有很多的族语名字 我们都要再补 族谱是由家族第五六代青年 合力制作 不过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增修 也有长辈要求要腾上 每个人的传统姓名 不过因为长辈习惯教会使用的 罗马拼音书写方式 跟各人所学的拼音方法不一样 青年说等到未来完成 所有族谱调查后 将汇集大家意见 再来决定族名的书写方式 记者三人台东大人采访报道